嗨大家好 我是空空调哥 今天来检查一台黑人兄弟的Fornas 我们去一步工作 梯子一架好了 上个楼 打开灯 啊 看到Fornas了 你怎么不看 我不要 你是 ¿ 终于后代 你看 他的 脖子 他的 是 那个 你看 我 人 这个 我们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OK,现在我们先来检查induce motor,induce motor是有电的,温暖的另外一套有电,另外一套没电,temperature limit sensor,两端有电,OK,现在问题很清楚了,温暖的一端有电,另外一端没电, 说明它的温暖的sense已经OL了,现在打开AE率, 检查阀门,阀门现在还没有电,induce motor有电,因为还没有到阀门的这个cycle, OK,现在来准备更换这个bunner里面的,燃烧器里面的一个温度感应,当到达180度的时候,它就会OL,open line, 可是现在没有180度,它也是open line,说明什么呢,这个sensor is bad, 我们现在还准备搭开AE率,准备把它换掉 我们现在还准备搭开AE率,准备把它换掉 OK,现在已经换上去了,现在把线重新给接上去, 这是bunner,燃烧器里面的一个温度控制器, 那是Bunner,燃烧器里面的一个温度控制器, 好,把线插上了,现在收拾工具 一会打开电源试一下,钳子LED 好,现在两端都有电了,现在机器正在点火 温度要到达970度,大约是3-5秒钟 就到达,然后释放氧气来点火成功 现在还要等下,看有没有在10秒钟之内下奥火 如果10秒钟之内下奥火的话,就算是3-5秒钟 OK,孤江马现在有没有 看起来不错 OK,现在做好了,把机器的盖子给盖回去 我经常在维修的过程中碰到很多技术源 把机器维修好了以后,它把面板没有盖回去 这样是非常不可取的 因为防止火焰碰住了 修好之后一定要还原 要还原到它原厂的样子 这一点非常关键 别拉下 因为Hong Owner呢 它基本上是到不了这个区域的 在阁楼里面 到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故障排查 而且有很长的梯子 所以这个面板一定要把它盖回去 你不盖回去的话,屋主也不知道 但是会造成有一定的危险性 OK,现在没问题了 现在准备下楼 下阁楼 下阁楼之前呢 一定要把它的灯泡给shut off掉 所以你感觉到温暖的水来进来吗 是的,我感觉到 下阁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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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